郭文貴議員 難怪我們管碧林委員說比較喜歡這個不一樣的可以批判國民黨的羅委員 我也比較喜歡他私底下的羅委員 他一站到這個台上來講的話就跟私底下講的就不一樣 但是我想真的今天很多國民黨委員一直強調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 現在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沒錯這個也不用去羨慕 但是你要知道他雖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是為什麼中國人那麼多人一直想要跑到別的國家去呢 他已經進入第三波的移民草了喔 第一波是偷渡客 因為生活很困難都偷渡到別的國家也偷渡到台灣來 第二波呢派出去國外流血的一出去就不回去了 就不回到中國去了 現在進入第三波 中國現在這麼發展經濟這麼發展 但是現在有技術移民有這個投資移民 他也不想再住在中國 加拿大就統計說去年 他們移民局統計 他們目標人數是兩千零五十五人 結果其中一千人就中國人了 中國人身體要去當加拿大人 美國的國務院也統計 在兩千零九年他們批准的可以獲得簽證的人數 比兩千零八年多了三倍 其中中國人的比重就佔了百分之四十七 而今年中國人申請的比重已經升高到七成了 如果中國真的像你這麼好的話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所以即使他今天很強大也不用羨慕 我們應該站穩自己的腳步 台灣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既然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為什麼在國與國的簽署 不是用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簽署 要用人民團體海集會海結會 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呢 再說今天的這個第六條 你還不僅是前面有很多空白授權 你包括的範圍還要寫一個 但是還有其他的不在此限 然後又要設一個辦事處 那辦事處設了以後 到底誰來監督 到底又是有哪一些團體 或者是民間團體來設呢 還是政府的團體呢 都不講清楚 然後又是一個空空白白的授權 我想這樣的做對台灣都是不利的 台灣我們現在很怕 前面讓利兩年 後來就會跟香港一樣 香港跟中國簽了SIPA以後 今天是怎麼樣 皮膚差距全世界第一名 香港簽了SIPA以後 替我我認識一下 我都會覺得 全世界的地方 我可以不在那裡 我都會說 我有什麼事 我都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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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會說 感谢观看